如果這個節目能夠引起你的共鳴 你可以在果然台 自由選一個金額支持 網上過數 劇圖記錄付款確認編號作日後查詢 或者請去 YouTube 看直播 按這個按鈕 自由選買貼紙或者留言 此時此刻,蘋果與你自由撐 你沒有車牌 沒有車牌就像在閉嘴一樣摸著腳 其實找一份新工藍藍去沖繩 日本人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我們外國人來說是有一定難度的 我是住在沖繩的板主 Conny 今天我們會訪問一個香港人 他是來日本沖繩工作的 我們看看他在沖繩的生活是怎樣 工作情況是怎樣 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Hello John Hello 你好 Conny 今天打擾你了 別這麼說 想掌握一下你的 宿舍 是啊 可能很混亂的 大家都不要介意 不介意生活 是 樓下就是洗澡 洗衣服 樓上就是宿舍 好新的 是呀 近來才建的 公司 好新 我們一樓下面就是 放雪櫃 放冰箱 放冰箱 公司的貨倉 二樓就 公司宿舍 你的風景很漂亮 這裡是 這裡對面是漁港來的 就不是賣魚 這裡是被潛水店的船拍在這裡 方便客人上落 帶他們去清凍潛水 這裡跟你室友一起住的 有兩個房間 各自一個房間 是啊 可以進去參觀一下男生的房間嗎 沒問題 多數 都很大 很大 很闊落 你這個不是很小的房間 男人鬥 George 為什麼你會來日本 日本有東京大阪 為什麼你會選擇來沖繩 沖繩來了很多次 我都很喜歡 那時候 以前我在東京讀書 很多年 我想應該是二十年前 然後 讀了兩年 然後回到香港做事 跟一些 在香港住的日本人一起做事 從事餐廳 後來到 我想是一百年的時候 有個機會 現在我老闆給我 有個機會 沖繩 在沖繩做事 一邊做事 在香港公司做事 一邊幫我申請工作 visa 後來就 一百年的時候 就來沖繩做事 到現在 你之前在日本讀書 讀書 和你現在做的工作 有沒有關係 都有關係 以前在日本讀書 讀日文 回到香港 都是繼續說日文 和日本人 來到這裡 都是繼續說日文 我老闆 有日本人 這裡的客人 都是日本人 都是有幫助 有發揮的 那你現在是工作簽證 那是不是一路可以住在日本的 那當然要有公司 繼續聘請我 才可以繼續在那裡住 要不就 歸化 入籍 又或者是老永住 但這兩件事 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剛剛來到沖繩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就是有什麼不方便 跟香港不一樣 你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困難一定有 你很煩的 就是 你沒有車牌 你沒有車牌就好像在那裡 沒有腳 因為沖繩是 不像東京大北 是靠一些交通工具 這裡他們真的要開車 真的要開車 所以在這裡 或者過來之前 一定要考考車牌 好像我這樣 我沒有車牌 我來到 最後也考了一個 50cc的懸符牌 其實在這裡生活 一邊生活 那些困難會來 在這裡租屋 真的一定要有保證人 不是說你有錢 不是錢解決到的 就不是問題 這裡就算你有錢 他們是不做你生意 就不做你生意 你租屋 你沒有保證人 你帶著幾百萬都沒用 好處呢 你覺得來到 有甚麼是你覺得好的地方 在這裡 有甚麼好處 除了天氣 除了沖繩天氣 天氣一流 居住的環境 真的 跟香港沒得比 即是 即是 即是你住過一房 都是 即是 如果你在 比較低一點 譬如喇叭 有些地方比較低一點 都是三四萬日圓 住一個房 這樣 但那個房 不是香港 我那些 我那些 劏房那些 香港那些 劏房那些 不知不是要八九千元港幣 八九千元港幣 如果要回到日圓 應該十二三萬日圓 十二三萬日圓 這裡可以住兩房一廳 做事方面 沒有香港那麼緊湊 那麼緊迫 壓迫 我現在做事在這裡 是遊客 是遊客區 不過都是 旺季有時候 真的很旺 淡季有時候 可能 實際 其實 真的做事 可能 做五個小時 左右 八個小時 其實 中間有好幾個小時 基本上 都是 比較適合 沒有香港那些 那麼忙 不過 我也做了這行 那麼多年 其實都十幾年 很忙的當友做過 很休閒的當友做過 那麼來到其實 我們做遊客 都好像 好像做回 以前在銅鑼灣 做某間 尖麵店 那時候 初初開箱 每天都排長龍 那些人排三個小時 為了吃碗麵 你介不介意我問一下你 因為我想知道 你的薪金大概是多少 以及你的開支 扣了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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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萬左右 扣了稅之後 我都算是高收入那些 叫做 還有開支 其實沖繩 都是日本 物價都 不便宜 所以 在這裏工作的人 難儲錢 難儲錢 你不可以太多娛樂 如果你 真的 就算不只是我們香港人 其實 在這裏工作的 沖繩人 總之在這裏工作的人 大家收入不大 其實沒有太多餘錢 好四十五 my for the food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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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幾乎 今次黃金粥很忙 今天放下都要來幫忙 其實在這裏工作 其實一腳踢的 都是 可能公司管理 那些 都是天下班的 翻譯、翻譯、單位菜單 其實什麼都要做 我們現在來到George 在沖繩這間很出名的牛扒連鎖店 去工作的地方 我們看看工作的環境 訪問一下工作的趣事 你一開始來沖繩就是做這份工作 做到現在有沒有 繼續做下去 只會有機會想著轉工 轉工可以嗎 我來到這裏都是做這份工作的 沒有轉過工的 都在這裏第三年 就差不多夠三年 其實是可以轉工的 但是轉工的手續會繁複一點 因為始終我們不是日本人 我們是外國人 最重要是首先要教公司聘請你 然後他就幫你做手續 隨之我們就要給一些文件 去交上去 去一個管理局搞 所以手續會是比較複雜 還有要時間 其實有機會的 當然是想轉工 其實找一份新工 難不難去沖繩 在沖繩找一份新工 日本人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外國人來說 其實是有一定難度的 有需要請一個外國人 以及你的語言能力 究竟是否可以跟同事 或者跟客人溝通 溝通得到 即是根據你的工作內容 而去釐定你的日文程度 要去到多少 在找工作 都可以去找 好像香港所謂有勞工處 這裏都有的 叫做HELLOWAKU 你都可以上網去登記 或者是走去那個辦公室 去登記 他會幫你找工作 那我就沒有 因為我都在這裏 認識到很多朋友 或者是很多 在以前認識的日本朋友 他們回來了 其實都可以跟他們打探一下 有沒有工具介紹 始終在這裏 人物的網絡 都很重要 有時 俗語有一句 就是 認識人比認識字好 所以在這裏 始終認識多些朋友 都是好的 都有好處 那另外 你上班的時候 是否要經常去OT 那些上司經常都要跟你去喝酒 有沒有這些時候 因為我看電視是這樣的 始終我們這裏 就是做遊客多 實際 其實說 工作八個小時 其實如果 就是忙 忙起上來 都是忙好幾個小時 可能 實際 真是工作的 是 四至五個小時 左右 中間都可能 會有兩三個小時 都是 會比較輕鬆些 休息一下 主要是說 一定要下班 跟上司去喝酒 其實就沒有 在這裏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 我都開車 上班 下班 回家 其實大家都是 下班之後 馬上回家 都是 這裏有很多酒店 和resort 亦都是你工作的地方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裏呢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其實 真是旅遊景點 這裏呢 全部都是resort 和酒店 所以 就沒有疫情之前 這裏呢 這裏是很旺的 這裏全部呢 由 下午 就忙到晚上 尤其 五六點開始 那些遊客 就來這裏吃東西 這裏呢 那時候呢 那些危紅燈館 全部都著了 好 很旺的 好像整個國際通 那樣 但現在疫情影響了呢 就真的很慘 有很多店舖呢 都 優業了 就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本來呢 上面呢 那間呢 都是餐廳來的 不過就倒閉了 因為疫情影響 所以現在呢 就做了 resort hotel 一些office 那樣的 那樣 那 就 其實現在 現在呢 就 整個鷹立村 都是 都是 剩下 因為現在 都吃舍 都是 收八點鐘 那七點鐘 就不可以賣走了 Georgia 如果香港的朋友 想移居來 我們日本 沖繩 你有什麼忠告 或者建議給他們 我想 最好 就學一下少少日文 先 那學了呢 那就 基本上 的生活 可以解決到 那如果是 譬如二十多歲的朋友 其實可以選擇 不如去打書 日本語學校 那 另外一些 譬如年紀大一點 做了這麼多年 的一些朋友 其實都可以來到 譬如想想 去創業 來這裡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當然 做生意 當然要想很多 今天 多謝George 你接受訪問 希望有機會 我們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各位 拜拜 拜拜 不想錯過每晚新聞報導 訂閱我們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小鐘仔 請先看